哈囉 大家好 我是JT智希 大家上次有沒有去看我分享的 ZC跟大英博物館聯名系列的彩妝呢 那時候因為就是單純只是分享 ZC跟大英博物館聯名系列彩妝的顏色啊 還有質地 那天就沒有再做眼妝的教學了 但是那時候有答應大家 眼妝教學我會另外拍成分享的影片 而且竟然真的有人敲完 想要知道那個 ZC跟大英博物館聯名系列的眼彩牌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使用 所以今天我就要開始一系列的 ZC跟大英博物館聯名系列的眼影盤教學 今天第一集要分享的是這個安德森貓 那這個眼影的詳細介紹啊 我會把上次我拍的那個影片的連結 放在上面的資訊卡 大家可以連結過去看一下 完整的色彩還有完整的心得分享 但是因為畢竟色彩學是我的專業 所以我還是會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檔我們要怎麼樣去配色比較不會出錯 那我在彩妝的配色上面會分成叫做 黃底色跟藍底色這兩個不同的分類 那我們只要黃底色跟黃底色配在一起 藍底色跟藍底色配在一起 這樣子的彩妝用色就是百分之百就不會出錯了 那當然也可以應用在服飾的搭配上啊 還有感頭髮的搭配上 你的隱形眼睛的搭配上 總之呢這個色彩學的運用是非常廣泛的 只要任何是跟色彩相關的東西 都可以把它加進去做運用 其實我上次的影片有說明 因為這次的聯名系列大部分都是黃底色 藍底色是非常的少 這盤裡面啊只有這兩個顏色是屬於藍底 其他全部都是黃底 所以我今天的彩妝就是也全部都是使用黃底配色 我就不會使用任何藍底的配色 我會在另外拍一集就是把所有ZZ的藍底系列的眼影 集合在一起做成一個藍底色系的彩妝 那這個眼影盤的全部顏色它長什麼樣子呢 就是在上一次的開箱分享的影片裡面 也都有完整的幫大家試色在手上 那今天分享的眼妝兩邊是不一樣的妝容 因為畢竟這一盤有16色這麼多嘛 如果只分享一個妝容我覺得有點太少了 所以就是一邊呢比較日常生活可以用的 可以這樣說嗎 對 日常生活版 那這邊就是比較華麗啊 比較大膽 比較美式風格一點 第一個的話我們就先講比較日常的妝容 我會先用這個顏色做整個眼皮的打底 基本上我自己會喜歡用手指做一些比較大面積的上色 這樣子顏色會比較均勻 然後上色也會比較快 第二個的話我們會用這個 它有一點奶茶香檳的顏色 再來就會用這個橘色 大家記得接縫處的這個地方 可以稍微的多灰幾次 讓它的漸層比較漂亮一點 眼尾的地方我會使用這個顏色 在後面這邊就是畫一個七字形 我也可以說倒三角形 下面眼尾的後三分之一 我會再加一個比較深的顏色 眼睛會看起來大一點 我會使用這個顏色 最後就要製造一些比較亮的立體感 然後會使用這個顏色 然後再來畫上咖啡色的眼線 跟刷上睫毛膏 這樣子很簡單 平常出門都可以很輕鬆駕馭的 安德森貓眼妝就完成了 因為這邊是比較平常出門就可以用的妝 所以我這邊的腮紅跟口紅 我等一下就是使用比較自然一點的顏色 好了 這半邊的整體妝容就好了 有沒有很可愛 我覺得他們家的眼影真的非常非常的顯色 就是以這樣的價錢 然後可以買到這樣的顯色度 這樣的服貼度 還有這樣的細緻度的眼影盤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划算 再來我們就要分享這半邊 比較華麗 比較絢麗的妝容教學 第一口我會先使用這個顏色 做眼窩的深邃感 這個在下手的時候一定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會先這樣稍微用點的 點在我們眼球的凹槽處 確定顏色OK了之後 我才會用力的把它刷開來 然後就是這樣來回幾次做暈染 再來我就會拿遮瑕膏吧 對 它要畫眼影的那個部分 做一點眼皮的打底 因為我剛剛下面已經有畫了一個深咖啡色嘛 所以如果我不做這層眼皮的打底的話 我等一下第二層眼影的顏色會上過來 然後再壓上蜜粉 因為如果你沒有壓蜜粉的話 遮瑕膏的質地是膏狀的 等一下眼影粉也會上不去 再來我會使用這個綠色 第二個顏色用黃色 因為我剛剛蓋了黃色上去 然後我有把中間的界線稍微暈染了一下 所以現在如果我覺得綠色會有點不夠的話 我就再蓋一次綠色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綠色跟黃色的漸層 是非常自然 最後的話就是用這個橘紅色 然後我會再拿剛剛畫黃色的那個筆刷 把中間的漸層暈染開來 這樣暈暈之後啊 要是我覺得後面的那個橘紅色又不夠明顯的話 我就再壓一次橘紅色 然後再沾一點黃色 把這個漸層推開 這樣非常漂亮的漸層就完成了 然後我就會開始加一點閃亮感 我會用這個顏色呢 蓋在綠色跟黃色上面 然後用這個顏色蓋在橘紅色上面 最後我就會用這兩個顏色混在一起 把眼睛下方圍起來 啊 忘記還是一樣要做打亮 讓立體度看起來比較好 打亮的話我就會使用這個顏色 然後畫上眼線 擦上睫毛膏 安德森貓的第二個 比較華麗版的眼妝就完成了 這漸層很美吧 很自然齁 因為這邊眼妝已經很重了 然後加上我等一下口紅 也想用比較深紅色一點的顏色 所以腮紅我就會使用 接近膚色的土色系腮紅 左邊的妝容也完成了 有沒有一個很美式風格 最後還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小payball 就是我最近很愛用眼影拿來畫眉毛 因為我覺得眼影有亮粉啊 然後色彩的選擇比較多 那今天我的眉毛本來使用的就是 比較偏綠一點的咖啡色 所以我想要再幫他壓上這個顏色 帶有一點黃綠色珠光的咖啡色 好了 所以兩邊的妝容都完成了 VC跟大英國務館聯名系列的安德森貓眼妝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邊的感覺呢 喜歡這個日常微甜 有甜嗎 有吧 日常微甜感 還是比較喜歡這種華麗美式的風格呢 我自己覺得兩邊都很好看 我本人是都蠻能駕馭的啦 但是大家還是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自己喜歡我走哪個風格 那如果大家按照我的配色下去畫 然後畫出來還是覺得 好像不是很好看耶 的時候千萬不要懷疑自己 因為呢我們剛剛前面有說到 我們會分成藍底色系跟黃底色系兩種嘛 那台灣呢有50%的人是適合像這樣子的黃底妝容 也有另外50%的人 他其實不適合黃底妝容 他適合的是藍底妝容 所以如果你按照我今天的配色教學 你還是畫起來不好看的話 那非常具有可能是因為 你不適合黃底妝容 你是適合藍底妝容的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不適合黃底妝容的人 還有啊我在穿一些像這種 黃底色系的衣服的時候啊 我的整個人的皮膚會看起來變黃 然後變比較暗沉 也會看起來年紀比較大 當然大家也就一定會想要知道 自己到底是適合黃底妝容 還是藍底妝容的人對不對 要不然這樣買衣服跟買彩妝品的時候 都會非常困擾嘛 常常會不知道自己要挑什麼顏色 那如果你想要百分之百的確定 百分之百的知道自己是適合什麼顏色的人呢 就必須要靠後面這些測色部 測色部是什麼 沒錯講錯 測色部 然後我會在這邊放上測色的照片 什麼叫做測色呢 一定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那測色也就是我的專長 我目前是日本JPCA個人色彩協會認證的 最高等級的色彩部門 所以我們藉由像測色那樣子的物理方式 它其實是物理的概念喔 才有辦法百分之百的正確檢測出 你是適合黃底色系的人 還是適合藍底色系的人 那這個因為我剛剛說它是物理測驗嘛 所以大家就必須親自來我的工作室 然後用那樣子色部的方式 才有辦法幫大家去分析出來說 你正確適合的是什麼顏色 如果大家對於一些色彩學彩妝 有任何疑問的話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到我的粉妝 或是LINE AD的私訊給我 我都會用我最專業的知識 盡力地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我會把我的粉妝跟LINE AD的連結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然後我們還要預告一下 下一集的ZC跟大英博物館聯盟系列的眼妝 要分享哪一盤呢? 就是魅惑菱蛇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讚、分享、加入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下一次的影片 大家才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就期待下次再見囉 掰掰